喔!他們比出了經典的合體姿勢啊 我比較喜歡的動漫俑者就是其中之一 他看起來身手非常的俐落 下一位是在8月7號會推出的動漫之王 這個動漫之王我個人就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他有點違和感 看起來這個眼睛好像是畫了眼線一樣 也讓我不太舒服 再來是在8月16號會推出的動漫女皇 雖然這個動漫女皇他的造型也不是說不好看 但是可能原本女王在我的心中就有點像是女神的形象 沒有把他畫的超美的 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點小失望 最後一個是會在8月23日推出的動漫守護者 這是另外一隻在整套動漫英雄造型裡面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他的整體動漫風格我覺得做的比較到位啊 而且這個大守護者感覺不知道為什麼 讓我覺得有點逗趣 接下來稍微展示一下這四隻動漫英雄造型實戰的效果 比較可惜的是 蠻王跟女王召喚出來的小野蠻人跟小弓箭手 並沒有套上動漫風格 神盾勇者丟出來的飛盾看起來也是原版的飛盾 並不是動漫效果的飛盾 而同一個時間在遊戲裡面有推出了一個動漫主題的挑戰 叫做戰鬥力超過9000 在這個挑戰裡面大家也可以使用到有套上動漫造型的四隻英雄 這四隻動漫英雄造型大家比較喜歡的是哪幾隻呢 我是比較喜歡大守護者跟神盾勇者啦 但是我還蠻好奇我的喜好和口味和大家是不是一樣 剛剛有提到8月份是動漫週年季 那當然不會只有推出四隻動漫英雄造型 在8月4號遊戲裡面也會推出一個動漫世界場景 今天的這整部影片的BGM用的就是這個動漫世界的音樂 現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動漫世界場景長什麼樣子 整個場景的風格真的很像是我們常看到的日式動漫主題的背景描繪啊 在右上角有個大大的城堡 城堡的門口有兩尊巨大的金色雕像 而這個城堡的最高樓層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看台 不曉得等久一點這裡會不會有人從看台裡面走出來 在整個城堡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哥布林啦 野蠻人啦 法師啦 巨人啦 還有小骷髏在到處走來走去 城堡的下方這邊有幾個在海邊的洞窟 看到了有野蠻人造型 皮卡造型 以及哥布林造型的洞穴 和大型的雕像 再往左手邊看過去 會有看到一個小小的城鎮 在海邊還蠻多人在釣魚的 這裡還看到一個哥布林走過來拿著魚竿 他該不會是要釣魚吧 真的耶 他要拋出他的魚竿了 我們在這裡等一下好了 搞不好他會釣出什麼東西來 你看你看他的魚竿在動了 他釣到了什麼 呃 結果是 看不出來啊 他直接被拖下去了 所以不曉得他釣到了什麼 這個小城鎮也蠻有日式動漫風格的 我們再往上來看的話 這邊有一個很像是鳥居的牌坊 這個牌坊上面還有一個香蕉的符號 而這兩隻哥布林是在這裡練功嗎 他們 喔 他們比出了經典的合體姿勢啊 這個合體的動作是來自七龍珠 真是太有趣了 看來這個日式動漫主題裡面埋藏了一些致敬經典動漫的梗在裡頭 再往上走這裡有兩尊巨大的雕像是蠻王還有神盾勇者 然後在外頭的森林裡面這裡有一些 呃 像是小精靈嗎 我覺得像是小精靈的東西走來走去的 稍微拉近一點來看 你可以看到這些小小的火焰當中 還有可愛的眼睛 這就是這一次的動漫世界主題啦 大家還喜歡嗎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動漫週年記 四隻英雄造型 以及一個動漫世界場景 我們下一次更新快報再見囉 掰掰